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現在也有南海小組的設置 我們主要是配合我們的學者專家 南海小組位階太低了嘛 基本上這個還要有國安會來做一個指導 那國安會今天有來嗎 在國安會的架構之下 事實上我們相關的人員都在裡面 國安會有沒有來 國安局有來 國安會沒來嘛對不對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就把這個部分再問完就好了 不好意思 我會覺得這樣子 因為民國80年開過這個南海政策之後 到目前為止現在是105年 記得25年的時間 我認為有必要 建請我們相關單位 重新就南海政策的部分 重新再開會討論 那也匯集學者專家 還有我們國防部外交部的意見 以及當然你也可以收集美方的意見 重新定義一個我們新的南海政策的一個綱要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講 民國80年的時候 我想中國在那個地方也沒有填海道路的行星 民國80年的時候 周邊國家對這些對南海周遭群島的海域的主權主張 沒有像現在這樣的一個強烈 所以我覺得整個環境已經變了 我們不應該再用一個民國80年的政治 當時所做的決定一直延續 我覺得必須要重新再檢討 那檢討的結果有可能是一樣 也有可能做個改變 所以我在這邊我要呼籲我們的外交部 跟國防部應該來建請我們的國安會 就這個部分來重新召開 然後也兩部還有相關的部會提出相關的意見出來 對於太平島的設施 是不是要做個軍力整備 或者在其他相關的島嶼等等 我覺得都有它的一定的必要性 以上謝謝 是 謝謝委員的意見 我們會來做一些評估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劉司法委員諮詢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請外交部長還有我們的余悅署的蔡署長好嗎 請部長跟署長 是 我先請部長要幫我回答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的台灣跟日本簽了一個協議的部分 是在幾年 那台灣跟菲律賓簽的協議是在幾年的時候 跟漁業保障有關的